好了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国画学院花鸟专项提升课程 我是你们的老师王川 现在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呢 你们同样还是跟老师先回复一个数字一好吧 在你们回复的同时 我看到有两个同学提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提斗和长峰有什么区别 长峰这个毛笔呢它只是单纯的这个峰比较的长 在写书法的时候包括你这个绘画能力比较强的时候 这个长峰呢偶尔会用到 比如写草书长峰用的比较的多 那么提斗呢它不光是笔峰比较的长 它的笔度也比较的肥 好了啊没有画面那个退出去 咱们再试一下啊今天呢咱们要学习的是一个荷花的画法 讲起这个荷花呢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是咱们写意花鸟花中呢最为熟知的一个题材 往往呢一提到国画花鸟花 大家想起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梅兰竹菊 然后牡丹荷花对不对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荷花在咱们这个国画当中 它的一个重要性和它的地位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默克喜好描绘这个荷花呢 是容易它好画吗 还是它长得好看呢 还是它用美好的寓意呢 你们在这儿呢都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下 同学之间呢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在咱们弹幕区啊回复 那个今天的课程名称呢叫做风飘相媚空中举啊 这个媚字是曲子哪呢 这首啊一句话也是唐代李白的一首彩莲曲当中的啊 这种这个风飘相媚空中举当中的这个媚 就是指的这个比较漂亮的一个衣袖 你看当这个荷花开的比较好看的时候挑在空中 就像一个特别漂亮的袖口甩在空中一样啊 这种诗你们在课后啊 看那个回放的时候也可以再仔细读一读看一看 那么咱们这节课的学习目标啊 不仅仅是要完成本节课的一个课堂案例 还呢需要老师给大家再多讲一些这个荷花的一个画法 因为荷花的画法呢 它还是有很多的有双勾勾线的对吧 双勾甜色的啊 还有这种莫骨的还有这种写意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那我待会呢课堂练习部分了 老师会给大家讲 咱们先来看一下15观察部分 荷花呢 它的特点啊 非常的明显啊 不像其他什么少药花和牡丹花不容易区分 那么荷花的特征是非常大的 古人呢也用了很多美好的词 或者是句子来形容它 比如说什么荷花啊 中通外之不万不知 出于你而不染 主要清廉而不妖 对不对 它有这种高尚的品格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古往今来文人默克啊 最喜爱的绘画题材之一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咱们看看这个花苞 这个花苞在没有盛开之前 它是十分饱满的啊 非常的肥 给大家劝一下 并且呢 它的花苞的胶啊 十分的尖 杨万里也有首饰 小河才露尖尖脚 早有蜻蜓立上头 对不对 就这种非常的尖 这是它的一个特征 再就是呢 这种没打开的荷叶啊 它都是卷取的 咱们案例当中呢 也有几片这种叶子 它的一个表现方法 待会儿老师也会讲 那么这种非常嫩的荷叶啊 它是可以吃的 我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给上一期同学讲过 我说里边卷上那个肉馅啊 特别好吃 那么讲起这个 这个荷叶能吃 其实这个荷花呢 浑身是饱 对不对 什么荷花茶呀 然后那个莲碰也同样能吃 对不对 然后莲武呢也可以入菜 然后荷叶呢也可以入茶 可以说是它的用途还是非常多的 不仅仅是它长得好看 你看这两张照片呢 也是我这个今年夏季啊 在公园里拍摄的 一个是白色的荷花啊 一个呢是粉色的一个荷花 这个白色的呢 上面长满了一些斑点 可以看出呢 马上要凋谢了 待会儿呢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因为它这个花瓣的翻转 特别的漂亮 哎 你们看一下 并且呢 非常的清晰 角度呢 也非常的经典 就是这种四分之三角度 为什么画花不直接画一个正面的呢 就像大家的身份证一样 身份证是一个正面的 除了身份证以外 证件照以外 你们拍照片 是不是很少拍正面的 因为正面呢 很容易把这个人的缺点啊 表现的太强烈 一般呢 咱们都会选一个侧面 比较好看的角度去拍摄 那么画花画叶 同样也是这样啊 很少出现这种正面的一个角度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荷叶的一个特征啊 我在上课之前啊 给大家去摘了一片小小的荷叶 我是差一点 这个一脚踩在水里了 这个呃 这片那个荷叶哈 它是有很多荷叶组成的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这张照片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在池塘里边 当荷叶长得特别茂盛的时候 它就会呃 这种点线面的一个结构呢 就会特别的明显 我刚才一开始给大家讲 就是温人默克 为什么去啊 喜欢表现这个荷花 我看刚才有同学 在这个评论区也讲了啊 就是美好的寓意 对吧 什么和气满堂啊 是吧 咱们家里的这种 都喜欢挂的一个题材 和和美美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表现这种连结 对吧 出于你而不染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什么 它具备了画面当中 经常提到的点线面 一个构成 何为点线面 我先圈一下啊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脸碰 以及这个花苞 在画面当中呢 它就是一个点 何为线呢 就是它这个荷叶的梗 对不对 荷花的梗 荷叶的梗 然后何为面呢 就是这个大大的这种荷叶 所以呢 在一张画面当中 点线面 你能处理的比较合适以后 那么这张画 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荷花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画题材 它不仅可以画小画 也可以画非常大的画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名画欣赏部分 给大家找了这个 吴昌硕和齐白石的两张作品 大家先看一下 刚刚看着荷花还那么好看 突然给大家来了两张这么抽象的作品 很多同学就欣赏不了了 那么刚刚老师讲的这个点线面的一个问题 在吴昌硕这张作品当中呢 体现的就非常的明显 你们看一下哈 我给你们圈一下 你看它这个荷叶以及荷花在画面当中呢 处理的 这就是一个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点 这就是一个线 在国画作品当中呢 经常都是有这种点线面的构成来组成的 再就是它表现荷叶的时候 通过这种浓淡的一个变化 来体现它一个层次关系 包括这个 七白石这样作品啊 背面的荷叶呢 墨色比较的淡 正面的叶子呢 墨色比较的重 咱们本节课也是采取了这种办法 通过这种浓淡对比变化 把荷叶的一个翻转给它体现出来 你看它画的这个荷花非常有意思啊 就像马上凋落的一个荷花 就画了三片这个花瓣 但是呢 也不防它非常的生动 对不对 那么上边这首诗啊 有没有同学看出来这是谁写的啊 知道这是谁吧 洛款 洛款呢 这是中国画这个漫画的第一人 叫丰子凯 肯定有同学呢 这个了解过这个漫画 丰子凯呢 是中国画漫画的第一人 丰子凯又是谁呢 他是李淑彤的学生 李淑彤又是谁呢 就是红衣法师 红衣法师李淑彤又是谁呢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那首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对不对 这就是李淑彤给他填的词 那么这首诗呢 大家也很熟悉 写的是半亩方唐一见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我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啊 但是那个更符合济南暴徒权的一个特征 对不对 你们课后啊 再仔细琢磨一下 咱们再来看两张这个照片啊 就是那个张大千的一个作品 张大千的作品呢 你们看到之后啊 肯定是哇 这个好看 对不对 颜色那么的漂亮啊 形状呢 也那么的美丽 不过呢 他在艺术性上啊 我个人认为要跟这个无昌硕齐白师来对比的话 还是要差好多的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精神啊 就在于他的一个对于物像笔墨的一个这种抽象 那么这个作品呢 就是利用咱们前几节课所学习的一个墨谷的画法去完成的 那么咱们课后假如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们给你讲讲啊 荷叶怎么用墨谷去表现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案例啊 这张案例呢 咱们在表现的时候也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点线面的划分 比如下边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给它概括为一个面 对不对 你像蜻蜓花苞在画面当中呢 就可以作为一个点来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荷叶梗呢 包括这些叶子都是线啊 这种点的意思不是说让你拿着毛笔啊 点个点是吧 它是在画面当中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 好了 现在老师呢 切换一下画面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老师的双手呢 听到老师的声音 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6 好不好 如果感觉画面没有问题的话 跟老师回复一个数字6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今天呢就从荷花开始学起 咱们先来学一种这个勾的画法 双勾的画法呢 在给大家讲荷花的结构的同时 又把这个荷花的一个勾法给大家带过去了 先找出一只中号的尖号毛笔或者是小号的尖号毛笔都可以 我呢 我呢 选了一只大号的毛笔哈 就大号的尖号毛笔 就是让你们看看啊 就是说毛笔的大小跟你勾线的一个粗细是不成正笔的 你拿一个大号的毛笔呢 同样可以勾出比较细致的一个线条 调墨啊 跟调色的原理是一样的 可能同学课后呢还问老师 他说那个叶子的颜色浓带关系老师把握不好 你看老师调墨从这边直接测过来比尖 哎 这么去调 千万不要一下除进去 放腕的 不要在一个盘子里哈 来回的搅来回的搅 这样你的墨哈 画上之后绝对是一团死墨 调墨的时候尽可能用少 就是尽量就是少给他在这调 咱们用一个弹幕去勾这个荷花 在勾这个荷花的时候 咱们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啊 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张照片呢 也就是咱们这个步骤图里边 有一张照片 你们看到了吧 也就是这朵花 咱们呢就先从勾这朵花开始 这我在勾这朵花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啊 只看 好不好 了解一下他这个花瓣的翻转 如何去表现 在勾河花的时候他的一个用笔的方法以及他的这个线条都是用的钉头输尾 只不过呢这个钉头啊没有说是啊这么的明显 但是呢他的用笔还是要把笔按下去往回勾而不是说呢 那这种漏风啊这种线条是没有质量的或者是啊很单薄看起来 一般咱们在勾这个荷花的时候啊都会从这个中间位置开始勾 比如这个花瓣 比如这个花瓣开始勾 勾完这一个花我相信哈 你们看着看回放也好 看其他这个花头也好 应该都能掌握到他一个花法 我用的是一个大号的剪好毛笔 哈你们呢要是勾的话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小的 毛笔呢有个停顿的动作 然后这一圈啊中间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我现在勾的是哪呢是他的一个翻转的部分 这种花瓣呢哎卷过来的一个感觉 你会发现啊从这个花瓣肩部往下勾的时候有一个用笔停顿的过程 那么从你往外勾的时候哎就可以一个虚起的用笔 这就是靠近连碰的 第一圈这个花瓣 然后呢咱们再往外勾 这个花瓣呢也是这么哎扣过来的感觉 这外圈的这个花瓣呢哎他比较的干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啊比较干的一个花头来表现啊 因为他的变化会非常的丰富 变化丰富了之后 这样讲起来呢 你们看着他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 你会发现这个刚打开的荷花呢 他的一个卷折啊没有那么的明显 并且呢中国文人很有意思啊 他们包括中国的一个国画他们所表现的一个内容啊 不是说 把他一个特别完美的花表现在画面当中 都特别喜欢 表现的 这种残河 不完整的 野花野草 这种干枯的一个 生长气质 这种一个 形象呢在画面当中看起来啊 会更加的生动有趣一些 比如说咱们大家啊 最为熟知的就是盆景 对吧 什么松树呀 梅花呀 他其实就是一个病态的美 你看他在自然界当中啊 一棵大松树 他肯定不是这么长的 什么何为病态美呢 就是他故意的 让他这个枝干 然后拧着劲的往上涨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病态美 中国文人呢就比较喜欢这种 你看我现在一个花瓣一个花瓣的去勾 整体需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整个花头的一个大的外轮廓啊 感觉这整个大的外轮廓不够舒适的话 你可以人为主观的再去给他增加他的花 这种花瓣 这个呢是比较啊 这个 公系 的一个画法 比如写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勾 那么咱们案例当中啊 跟这个还是略有不同的 用圆形卡纸的话 你要做好这个构图 中间这个连碰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嫩啊 首先呢要给他 勾出来这个 外轮廓 然后呢 他有一个圈 一个圈的 也就是里面长的呢 是一些莲子 这个圈勾的时候 要勾出啊 不要把他这个口封死 因为呢他一个侧面 再给他 把这个连碰籽啊 给他点上 他的花蕊 先给他 点一圈 然后用他那个花蕊的细丝给他 往中间部分 给他去衔接 这么去画 或者是呢 画出来之后 要在他的这个 顶部 给他点上一下 这就是一个水墨 和花 双勾的一个画法 同样这种办法呢 画完之后 你可以给他 染上色 这个啊 我刚才讲了 你们可以不用跟着这个画 我就是给你们讲一下啊 写生的时候 用一个结构 表现的方法 怎么去给他体现 那么这个花 画完之后 你会发现 咱们案例当中的 这个荷花 这个勾法呢 跟老师画的不一样呢 其实呢 这个在写一会儿当中啊 它是需要 人为的去加工 那么 案例当中 这个荷花怎么去勾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用笔啊 会 更加的爽脆 我先把它给放大一点 这种盯头收尾的一个感觉呢 也会 更加的明显 看一下啊 按下去 行笔的速度呢 也比较的快 并且这个荷花的花瓣的外形 也给他做了一定的夸张 你像画这种花的时候 你们要先看着老师 去画完这 一朵 然后再跟着画 假如呢 我每画一笔 你跟着画一笔的话 很容易画着画着就 不知道画哪了 我画完之后 你就知道它的一个顺序了 你看 刚才呢 有些用笔 是这种按下去 迅速的往回收的一个过程 也有可能呢 是往里 往外 然后按下去 这么去收 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 一层 两层 三层 荷花比较多了 对不对 那么这边的花瓣 咱就给它处理的 要大一些 这个线条呢 比刚才这个荷花 看起来 显得更加的硬朗一些 这也就是咱们这个写意 双钩荷花里边经常用到的这种笔触 按下去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用笔和咱们第一节课所学习的水仙花 有点相似 是不是只是放大了 那水仙花 按下去收 对吧 一个花瓣 它是这样的 那荷花呢 给它加大了一些 这种翻转的地方你看怎么表现 一朵荷花上面偶尔会有那么两三片 花瓣呢带有一定的翻转 这样看起来会更生动一些 然后呢 找出它一个中心点 给它添加 荷花的这个梗 荷花的梗和荷叶的梗 它的画法都是一样的 同样里边呢 也是生长了一些 连碰 这个连碰呢 咱们先用这个墨色去给它代替 案例当中呢 是用一个颜色给它表现的 就是黄颜色 它跟这个 红色的荷花 黄色的荷花 不是黄色的荷花 白色的荷花 它的画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认真看哈 案例当中到时候也是这么画 花蕊呢 我先用这个墨色给它代替 你们主要来学习一下它的用笔的方法 等它干的差不多的时候 再给它点一点这个 一些小的连碰 这是咱们案例当中 这朵荷花的一个画法 我上来之后呢 给大家表现的这两种荷花的画法 非常的难 这个 我看有个同学之间 这是吓哭了 还是 对 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感觉太难了吗 那么简单的一个概括的笔法呢 咱们 还会 学习 用颜色怎么去表现 这是大家最关心 也是最想学习的一个办法 那么咱们就看一下 在画荷花的时候 用颜色表现的话 要记得 正面的颜色 要比内侧的颜色 淡一些 如果你们看我的 课图稿 应该就能发现 这一个规律 那么颜色呢 咱们还是使用的 这个 属红 和胭脂 这两种颜色 去表现 先挤点这个 树红 再挤点 胭脂 假如咱有阳红这个颜色哈 我就不用 那么费劲了 就是挤点这个 手红又挤点这个 胭脂 我是为了呢 让他俩颜色呢 相互 综合一下 你阳红这个颜色呢 会特别好看 因为咱没有嘛 对吧 这个鼠红呢颜色太亮了 胭脂呢 可以稍微的 让他 这个 降低一下 它的亮度 调色的方法 和咱们之前 所用到的一个 鼠红夹胭脂 差不多 和上杰克机关花 就差不多 当然是这个 如果你想让荷花 更粉嫩一些 那么你的这个 鼠红 就要多加一点 同样 用一支 大号的 煎号毛笔 那么你要保证你的毛笔 是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 涮一涮啊 我先用毛笔一侧 去蘸颜色 看到了吧 我非常 缓慢的 这么一个动作 蘸色 这个颜色呢 你会发现在纸面上 如果蘸色的这一面 去画 它这个颜色是缺少变化的 对吧 变化不明显 那么我把毛笔 现在啊 反过来 这么去画的时候 你发现 它这种变化非常的丰富 因为写一花 它需要的是一些偶然的状态 写一花 不是说我每一笔 每一个颜色都在自己严格的 严格的把控当中 这就失去了一个 写一花的意义了 通过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然后呢 再人为的去给它调整 这样才是一个优秀的协议画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画面当中 如果你搞创作的话 是一个制造矛盾 解决矛盾的一个过程 比如我画的这个 就占了刚才这一笔颜色 我这么按下去 它就可以表现一个荷花的花瓣 对吧 你看 很偶然的地方 它就出现了什么呢 类似于荷花花瓣 翻转的一个效果 你看这边比较的重 我给它强调一下 你看 像不像 这是一个荷花 翻转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个啊 不要求每一笔 每个人都能一样 重要的是呢 通过这种笔法来组合成一个 花头 那么这个花头呢 跟咱们案例上呢 还是不同 非常概括 非常简单的一个画法 那么在画之前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一个荷花它的外形 我再强调一下外形 宁可方 不要给它画的太圆 合同同学呢 画这个荷花花瓣 就这样 一个花瓣 两个花瓣 三个花瓣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然后画的就跟这个 莲花盆一样 这种的一个组合办法 特别 是小孩 你给他说 小朋友你给老师画个荷花吧 他肯定画出来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莲花 像宝莲灯一样 那么 在画面当中 这种特别对称的一个画头 它是 不美观的 好了 你们现在看好了 你们自己 这个 业余时间 是朋友给你求个话什么的 你就可以 用老师 马上教的这种方法去表现 时间又快 又漂亮 然后又能让他们惊掉下巴 是吧 我现在呢 把毛笔啊 涮干净了 还是一侧去占了颜色 咱们先来画一个花瓣 把毛笔露峰提笔按下去 你看 你笔上的颜色 笔尖是重的 笔根是淡的 你这么按下去 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阴语变化 那尖比较红 对不对 底部比较的淡 然后这是一半荷花 还记得 咱们在画这个 画头的时候 老学这样讲 讲 在画月记画的时候 有了一片比较大的之后 咱们要考虑什么 有窄的 有窄的呢 就有宽的 有长的呢 距离有短的 组合荷花也是一个道理 因为笔呢 比较的小 画完一笔呢 水分就 变得比较少了 咱们 毛笔呢 笔尖 再去蘸点水 我往这点 你们 看一下我蘸水的一个过程 把毛笔打湿 啊 毛笔打湿以后 用毛笔的一侧呀 去占这个颜色 你看这么一笔撇过来 你会发现了吗 我的笔尖去找的颜色 是比较重的颜色 稍微 给它刮一花 水分太多也不行 咱们再来 靠着它 再去加一笔 把毛笔你看了吧 使劲按下去 继续 再继续 如果有水分的话 这一半 咱们就可以加的 窄一点 两片比较宽的 一片比较窄的 这边呢 这边比较紧凑 这一面呢 咱们可以给它敞开的口 比较的大 我不希望交给你们一 一笔一画的一个画法 我希望交给你们的是一个 这种 会画的时候一个 意识和常识 就是你们在画的时候能考虑到 如何去给它组合 而不是说每一次画荷花 我就得想 王老师那个荷花长什么形状 是吧 我得给他画一模一样 这种 学习方法是错误的 你应该想 老师当时讲的 需要拿几点注意 就是艺术的一个表现规律是什么 那么咱们这几片呢 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荷花 一侧就是外侧的颜色 当然是可以补笔的 觉得这里比较特别淡了 可以给它补上一笔 这边呢可以补一个短的 你看 通过这几个 不同变化的荷花花瓣 整个荷花的一个外形 是不是大概就有那个感觉了 怎么能把它表现得更饱满呢 咱们讲了荷花外侧 颜色比较重 那么你在画内侧的时候 你的颜色应该更淡一些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再准备一个比较干净的小盘 在这里边调一调 笔尖沾一点红色调一调 这个时候的颜色 你看 去看 笔这个要淡 如果不够淡笔尖再去沾水 再去调 觉得这个 颜色可以了 那么咱们从它的后方 再去添加 笔尖稍微沾点 中的 漏风 把毛笔呢 这么按下去 漏风 按下去 中间呢 是一个比较饱满聚拢的感觉 所以呢这个也就看不到联碰了 整个荷花的感觉啊 太太饱满了 太肥了 咱们可以再往两侧给它 去添加这个 花瓣 等它干了之后 水分啊 都干了之后 咱们可以回头再来看一看 它一个效果 很多同学讲了啊 老师我觉得这个还不顾简单 不顾简单的话 我当它 我当把这个画快速的画一遍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简单了啊 快速的话 你们更容易学 先换一张纸啊 这是你们刚才比较喜欢的一个勾法啊 这是呢 偏写生的一个勾法 这个呢 是写意的一个勾法 这个呢 是用颜色写意概括性的一个画法 刚才呢 咱们已经是不知不觉哈 了解了三种表现 合花的一个画法了 那么 七白石的 这种画法呢 也是一种比较大写意的表现方法 咱们同样 跟这刚刚学的用颜色的差不多 看条色 毛笔刷干净 笔尖 去蘸红色 一半两笔画出来 同样也是可以的哈 毛笔按下去 一笔 毛笔水分太干了 笔尖 蘸点水 先不要去蘸颜色 再去蘸颜色 自然出现这种浓淡的一个变化 再去比较蘸颜色 有拉斯 这个注意的点永远 都不一样 这就是毛笔哈 他的 笔封上边的毛 导致的 你看我这一笔颜色通过 蘸水哈 把他表现出来的 想打十六走 后方呢 让他更淡一点 通过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通过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到最后呢 你需要的是把它 控制好 是一个荷花的外形 这里留个空 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不留空的 对不对 整个荷花花瓣 都会比较的 饱满一些 那么这个空呢 咱们可以 用一些这个 淡淡绿色 和黄色 给他添加一个脸碰 在这 这种方法呢 就是写一荷花啊 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现方法 再给你们画一个不同角度的啊 比如 西白石画的那个 他是先画的一个脸 脸碰 那么这个脸碰长什么样呢 是吧 这是一个干的脸碰 这个呢 长的是比较的肥 也是咱们 买着来吃的一个脸碰 自然界当中 这个脸碰 他 一般观赏性的 他不会长那么大 里边这个口呢 也不会有那么的多 也就是 结的这个莲子 也不会有那么多 并且在画面当中呢 你也有那么多 也不要画那么多 画那么多了之后 他就会显得太过于真实 太过于真实呢 这个 就没有艺术性 这样七白石讲的 太似为妻室 不是 不似为妻室 太似为魅俗 魅俗 对不对 简单勾一个这个脸碰 围维绕着这个脸碰 用笔 你们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毛笔 打湿 去战色 一个 一个 就用毛笔 它特有的一个特性 什么呢 它有笔尖 对不对 你要用西方的一个板刷去画 它肯定没有这个尖的 你要大胆的把毛笔按下去啊 咱俩应该用的毛笔都一样吧 你看 就是清风大号的 对吧 剪好毛笔 我从刚才勾线到现在用色啊 一直都是用的 一模一样的一个毛笔 这边花瓣比较多 那么咱们这边 就给它 爽快的 画上这么 一两个就够了 这就是一个写意荷花的表现方法 当然呢 咱们按例当中 那个带颜色的荷花 与这个方法还略有不同 它在表现花瓣的时候呢 是通过用笔的一个变化 来把它翻转表现出来的呢 还是一开始给它勾了一个底 再表现出来的呢 比如一个荷花翻转的 咱们一般 这么去画 先画它的正面 那么内侧呢 颜色掉了淡 咱们用这个颜色 这么一勾 就一个荷花的花瓣表现出来了 不要让你看 这个画个小点的哈 哎 这面呢 这么去勾 后边呢 看到内侧是用勾法 正面看到的呢 是用这种点法 这个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也是一个 合好的表现方法 这是其中一种啊 表现方法 那么咱们案例当中 你们要认真听讲了哈 咱们是用一个淡淡的墨色 来给它 供出了外形 包括它的一些翻转的变化 非常淡 非常淡的一个墨色 甚至啊 看不清的一个淡墨 就大体啊 把它这种翻转 给它 勾画出来 我先勾上几个主要的花瓣 就咱们案例当中 这个线条呢 就可以用的 比较的松 比较的随意一些 因为待会呢 颜色会把它给盖掉 你看咱们案例当中这个画法就简单的勾了一下 用一个呢 比较重的颜色 先把它正面给它 染一下 染哪呢 翻转的地方 其实这借鉴了一个工笔的表现方法 监工淡写 然后呢 再用一个非常非常淡的颜色 把内侧给它统一的照染 因为有一些翻转以后这个画面当中的荷花呢 才会更加的灵动一些 再给它 勾画一些 脉络 这是咱们案例当中 带色的一个方法 那么讲到这儿呢 这个带色的画法 还有这个 双勾的一个画法 咱们 都算是学习完了 通过这个勾脉络 咱们还可以学习一种 勾画荷花的方法 怎么画呢 只勾脉络的一个画法 用一个红色 这么去勾 这个李苦禅先生呢 经常用这种方法 这也是大写一当中的一个表现方法 这个脉络勾的呢 这个脉络勾的呢 也比较的 概括 我今天这节课啊 跟大家讲的这些画法 基本上就把所有荷花的一个写意的画法 都讲一遍了啊 你们出去之后 这个 看到 这些荷花 怎么 怎么给它表现的 你们都心中有数了 好了 那我现在呢 给你们 简单的 再 呈现出来看一下 如果呢 对于咱们的一个画法 荷花的画法 了解的比较 详细或者是 认为呢 这个 课后有的学了 跟老师现在回复一个数字9 好不好 咱们呢 还需要学习这个荷叶 包括这个 一些嫩小的荷叶怎么去画 记住 给你捋一遍 有后来来的比较晚的东西 在一开始呢 画的这个荷花 它是一个比较精细的表现方法 比如在写生当中 可以用这种比较细致的线条 来表现 它的好处是什么吗 这个画法的好处 就是可以呢 把一些细微的翻转给它体现出来 表现出来的花头呢 更为灵动 那么这种画法呢 更为的概括 用一些比较 然后大胆的比较 双勾的方法 与它不同 虽然都是双勾 它俩的勾法 是不同的 对吧 那么后边这个荷花的一个画法呢 就是概括的笔触去表现 它俩 是一样的 表现方法 在占色的时候 要 一侧去占色 一侧 去画 这样呢 它就很容易把这种 浓淡变化给体现出来 那么这一种画法呢 是正面的颜色 用色 画 背面看不到的呢 可以用一根线去给它概括 因为咱讲了它内侧的花瓣 比较淡 外侧呢 比较的重 这个呢是直接勾它的外形 勾它的花蕊 这个是呢 咱们按例当中的那个画法 所有的这些画法 不是说都是独立的 他们都是相互砸揉到一块 都是可以 去画的 比如说 我画完了这个 我画完了这个 觉得还不够 不够详细 那我同样可以再用重点颜色 给它去勾 要学会多种方法去结合 对不对 你看这也可以去勾 这种方法呢也可以再给它 去强调 去勾 这都是可以的 回了那么多数字就 你们不要怪老师这个教的太快哈 我真的是想把这个我所认知的一些东西呢 都能够在这短短三十节课当中 交给你们 因为毕竟就三十节课嘛 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万一这个小安客 呃这个 你们再不来 上花鸟 因为回放你们是可以反复的去观看的 荷叶呢 咱们就比较清晰了 这个 我摘的时候它还藏着边呢 现在呢 太干了 我摘荷叶主要目的想让你们看一下它的脉络是怎么生长的 因为荷叶大家都比较常见 那么它里边的这个脉络呢 你发现了吗 它一个主叶脉到了边缘之后 分个差 用个英文字母怎么来概括 你们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下 这个呢 用个英文字母怎么来概括这个叶脉 那么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叶脉给他勾一下 我这不是在摘荷叶的时候差点一脚踩在那个 踩水里了快 你看我为什么摘了一片 啊 这个干的 边缘比较碎的呢 这种 在画面当中才更有意思一些 我在画荷花的时候就想讲了 我中国画里边的一些 造型都是非常有意思 而不是说给他啊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形状再给他描摹下来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对你们概括的都很明白啊 也可以用汉字 这个小鸭的鸭来概括 对不对 不应该问你们这个英文啊 应该问你们这个用汉字哪个字来形容 我呢先给你们勾画一个外形 这个我在勾这个外形的时候你们可以不用跟啊 就是看老师这么去勾就行 你看这片荷叶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有完整的 然后呢 有残缺的对不对 完整的和残缺的 他们也是一个对比 不光是 什么方圆 对不对 你看这边 比较整 这边比较的 缺 这也是一个对比 找出他一个中心点 那么咱们在勾液金的时候要注意 你看看他的液金生长是吗 到了边缘 人家才分一个这种小叉的 他的 四周 边缘上 是什么样的 看了吗 仔细看一个细小的脉络 这样的 这种画法呢 在莫谷以及工笔当中 体现的都比较的详细 这是他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 那么在写意当中呢 怎么去给他概括呢 可以这种一根线 给他概括 也可以呢 一根线 给他 简单的 再勾 几个细小的叶脉 但是 你不要 这么一根之后 跟画这个树叶似的 这个方法 我给你们圈出来 这个方法 他就不对 这个方法他就不对 明白了吧 这种 比较精致的勾法 也可以 概括的 笔法 也可以 这种写意的这种经常用到的笔法 也可以 千万不要说在这 又给他打弯了 跟画一个 这个树 树叶一样 你看他这个细小的脉络 他都是很直的 对吧 你看很直 那么用大的笔触怎么来概括呢 你们都准备这个大号的尖号毛笔了吧 这不仅仅是大号 我觉得是大号就是踢斗毛笔啊 大号的踢斗毛笔 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大号的 也就是一个小号偏中号的 有笔上还要大好多的 现在呢 咱们把毛笔给他打湿 来表现一个翻转的叶片 翻转的叶片 你们都很明白了 拿一个核叶 背面的颜色淡 正面的颜色重 你看咱们就把这个核叶放在这 模仿一下案例当中 这片翻转的核叶 就是左边 先调一个弹幕 调弹幕的时候你们看老师怎么调的 把这个案例 调一下 我先用毛笔 笔尖部分 这样点浓的 然后呢 去调 在这个试笔纸上 简单的试一下 觉得墨色差不多 咱们就可以去画 墨色太重了 咱们还需要继续加水 继续调 这节课信息量有点大 咱们每一节课信息量都很大 你看 背面的呢 用这种大的笔出 弹幕去概括 出现这些干笔的时候没有问题 干就让它干吧 因为干的什么 正好可以表现出这种 你看 干的开裂的这种部分 对不对 所有的用笔 它都跟自然界的一个生长 相吻合的 毛笔大胆的用侧风 按下去 刚才这一块比较的圆 那么我往外撤上一笔 来给它破一下 它这种 外形 那么正面的叶子呢 咱们用 更为 重点的墨色 去表现 比较 蘸浓墨 毛笔的一侧去调的墨 买了一个超大的 这个踢斗 超大的踢斗 那你也可以用啊 就是你在 毛笔 按下去的时候 不要按太厉害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是重点啊 衔接这个弹幕的地方的时候啊 要给它空出一条 什么呢 水线 这个 这个荷叶放在这儿 老觉得像 我吃了一个浇花鸡 剩下的一样 如果你不留这条线的话 它的一个前后 这种前后啊 特征 就体现不出来了 我嚼过了 你看啊 这些地方 咱们先不管 这个荷叶啊 长了一个什么形状了 咱们就 通过浓 浓 但一个对比变化 来把它这个荷叶翻转概括出来 能够明白吗 能明白的话 现在跟老师回复一个 数字期 咱们再学习一下一个 上方那个荷叶的画法 我在学习上方那个荷叶画法同时啊 咱们可以简单的 用毛笔啊 给大家讲一讲 不同角度的荷叶 这个时候我就得放大了啊 这个 很拿手的一个绝活哟 这个你们看清楚 合一啊 假如它是一个圆的 叶卖在这 对不对 四周 这个荷叶 我都刚才讲了 正面的这种叶子啊 在画面当中表现出来肯定是很丑的 你会发现小朋友画卡通画 啊 小朋友们咱们画一个荷叶好不好 好老师 然后画一个荷叶 画个花好不好 然后小朋友 画一个跟宝莲灯一样的荷花 一个杠 这就小朋友画一个荷花 非常有童真去 那么你要是大人 再那么去表现的话 他就会显得 比较的笨 小孩这么去表现 会显得比较的浊 是不是 那么这个荷叶角度怎么去给它变化 你比如说它变成一个椭圆的时候 它就不是正面了 你发现了吗 所以呢 不要给它 画太圆 再就是呢 注意方 这边圆 然后呢还可以给它找一些这种 变化 记住画荷叶最忌讳的就是 把边缘线画得太圆了 那这也是一片荷叶 不对 当你把中心点定在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荷叶 它的 这半边 是往下卷的 对不对 相反 你把中心点定在这 这个荷叶呢 是往这反的 能够明白吧 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个中心点找在它的中间 哇塞 我这节课怎么用了这么多纸呢 用的我自己这个纸都心疼了 早知道拿这个练习纸给你们做示范了 起点太高了 直接用的特别好的纸 像北冰洋的版图 好 现在呢 你看咱画正面的荷叶的时候 刚才呢给你们圈一个轮廓线 那么同样呢 用笔也是 这边宽 我给它都缩小啊 载 变载 这个荷叶呢 然后呢 这边笔触长 这边笔触短一些 它就会感觉中心点在这 对不对 那么通过用一个大笔 看怎么给它表现 大笔表现的时候 毛笔笔尖占墨 大胆一些 测风 现在浓淡变化有点对比太强烈了 然后呢 压一下 这就是写一当中荷叶的一个画法 通过 宽展 长短 不同的一个变化 在你不勾液金的时候 都能把它一个方向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荷叶也非常明显了 那么这个荷叶也非常明显了 它一个中心点是在这 对不对 外形呢 稍微给它处理一下 边 它的边缘啊 可以给它用一些干笔 你看我现在呢 没有去给它勾液金 那么你会感觉这个荷叶呢 是这么 鼓起来 饱满的 这样去加个 荷叶的梗 对不对 再来看看啊 上边那个荷叶跟个脸盆一样的 也就是一个倒三角 咱们刚才呢 所学习的这个 跟它是同样一个画法 你只不过是在边缘呢 给它再加一点 这个比较重的磨 这个画法 他们都是相似的 只不过是角度不同 至于这个荷叶杆的一个画法 你们可以选择用一些 这个大号的尖号毛笔 就可以 中锋用笔 看到了吗 按下去 中锋用笔 中锋用笔 然后呢 用一些稍微重点的磨 给它点一点 它的 刺 我刚才把这个荷叶杆放哪去了 你们对于荷叶的一个 画法呢 感觉还比较了解的话 也可以跟老师回复一个 继续回复一个数字期吧 好吗 我再给你们讲讲 这个荷叶的梗 包括它一个翻转的和那个小嫩荷叶的一个画法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案例学习 好不好 注意哈 不要说它都是刺 你们就在这儿 你们就在这儿 点的 就这么去点了 点了很平均 这么去点点点点点 你仔细看一下 它梗上的刺 首先呢 非常的小 再就是呢 自然生长状态下 它就是有疏密关系的 是不是 我在课前我也没有仔细观察 现在呢 咱们大家一块来观察这个 你看 它这一段 这一段 是不是就比较的密 刺 你看到了这儿 刺就少了 到了这儿刺又少了 到了这儿刺又多了 你看同样的道理哈 这就是咱们讲的疏密变化 你看当你画太平均的时候 就说这个画面 是不是看起来比较的僵硬死板 对吧 因为人家自然界 生长的 就带有这种疏密变化 咱把这一段 你看 这点点点 点点 这有个空吧 隔一段 再点点个星星亮亮的 有的呢 在中间点 有的呢 在两侧点 这又空出来了 这么去点 明白了吧 同学们 那么嫩嫩的合影 怎么去画 咱们用个弹幕来画 你们看着会更清晰一些 一笔 两笔 荷叶的梗 它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 往里卷 它的 脉络 就是一个卷着的 我刚才讲了 这个嫩嫩的荷叶 里边卷上这个肉馅 油炸 可好吃了 这个还挺拉手的 你看 这个是大莲 还有一个睡莲的叶子 到最后再给你们看吧 没吃过 我觉得我说的这个菜很少有人吃过啊 这是我 我好多年 好多年之前 跟着家人一块去那个微山湖的时候 在微山湖 他们做的那个 他们做的那个 一桌子啊 全是那个用水里的一些水草啊 雨泪啊 做的菜 今天用的是四尺开三的同学啊 不要用这个 四尺四开的了 我发现 教作业的时候 你们经常 有一部分同学 四尺四开的和四尺开三的不分 我用这个 四开的 他用开三的 我用开三的 他用四开的 海葡萄 我没吃过海葡萄 海葡萄是什么呢 咱们接下来就是趁热打铁啊 先化这个荷叶 没吃到现在还能赶上这个 花案例 就是上课一个多小时了 竟然问我 技法分析完了没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直接就叫家长了 就不仅仅是罚站十分钟的事 可以跟着话呀 可以跟着话啊 如果觉得那个老师快的时候你们就停下来 老师慢下来的时候呢 你们再把这个我刚才讲的呢 再给他跟上啊 一节课呢 不一定 我跟着老师一定要把它全部画完 课后呢 再去补充一下 就可以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右侧的这片荷叶 它基本上就在这个框里内 对不对 没有超过 中心 这条线 因为这片啊 这朵荷花呢 还在中心线 偏右了一点位置 注意了没 所以呢 咱们再画翻过来的 就翻过来的这片叶子啊 画到哪个位置呢 啊就翻过来的这 半标 画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4尺开3的就是68乘46左右啊 4尺开3的就是68乘46左右啊 就一张4尺的仙纸把它平分成三份 这个你看我盘子里水分太多了我都会把它给倒掉要不然调墨的话会很难受很别扭 比较蘸点浓墨然后呢给它调淡 在这个吸水纸上呢试一试 大家记住哈这个墨色干了之后它会变淡 所以呢 这个呢也需要有经验 咱们开始了 测锋 我发现我这个毛笔还是不够大 你看画上一笔 感觉没墨了 使劲 你看我这个毛笔在上 使了很大的劲 别把纸这个给一使劲 按个动就行 这边呢它一个九多 斜上去 整个 它是一个偏方的一个形状 边缘线 边缘线哈可以给它去调整一下 然后水分太多 你们要学会利用吸水纸啊给它去吸一下 其实这个用笔的方向啊 它比如说中心点是在这 也就是说呢 比如它的中心点是在这 那么它的用笔的方向是 往这往这看我用笔的角度逐渐 变了啊 往这往这 那么下边的呢 再往上 往上 往上 再倒点墨啊 这个盖没拧紧 我一晃 倒一手 这个给你们上课太忘我了 忘了没拧盖 毛笔的一侧去蘸浓墨 然后呢 去给它调一调 注意哈 主要分布在它的上方 到这 先画完这 这个地方先不用画 留出来 画荷花 花荷花再给它做补充 这个留着这个水线啊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荷叶 更能找到感觉吧 可以这么慢慢的给它强调一下啊 上边的这几笔哈 上边这几笔哈 补完之后 咱们先不要着急 再去补它这个部分 要先把这个荷花 添加上 再去补 现在呢 咱们去勾这个荷花 今天是第三次盗墨事故了 前两次你都看见了吗 我记得这是第二次啊 没有是第三次 这个主要是给你们的示范 没有事故就行啊 倒个墨倒个几个颜色出现点事故 就是不要紧 好了 那么咱们重点来了 一开始没有看到老师勾那朵荷花的同学呢 现在咱们 仔细看一下 这个荷花呢 在这个地方 给它大体啊 给它用指甲盖划一下 它在这个纸上 大概是 在哪个位置 大概占多大的面积 然后再给它勾指甲勾一勾 这一朵荷花的花瓣有多大 你能确定好它一个大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确定好第一个花瓣有多大 然后推着往后画 问题就不大 墨色呢 不宜太重 先来勾第一个花瓣按在中间这条线 这边呢 让荷叶挡住了 放个参照物 这两朵花瓣呢 两个花瓣 大概跟一个吸管颜色差不多 然后这个用笔呢 可以从这往外挑出去 再给它收回来 然后继续往左给它添加花瓣 这一个小的花瓣非常的重要 记住哈 给它留出来这个小小的连碰的一个位置 别到时候中间没有空了 你用笔很迅速的这种感觉 你的这个胳膊上就像加了一个弹簧一样 并且在勾这个花瓣的时候它跟勾液金啊 都一样 都一样 气息要贯通 所以呢 也要一股作气的把它给勾出来 这两个花瓣比较的大 咱们先勾下方这个 下方这个呢 略带翻转 翻转呢 你看这 拐上栏 然后再给它 接上去 感觉呢 这一个微微的 转折 又一层 这也有一个转折 这个小小的转折可以带可以不带 最重要的还是它大的外形 好了 好了那么这么一朵荷花在这个位置咱们就表现完了 在表现完这朵荷花的时候 咱们需要把这个叶片给它再 好好的处理一下 稀稀稀水啊 比较 蘸点比较重的末 然后呢 刚才画完这个荷花呀 应该是顺势把它的一个花的梗给它带出来 这个地方啊 这么给它带出来 现在呢 咱们你看这个空里 还有这些空里 都要慢慢的把这个白色的花给它衬出来 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一些哈 这一点点的 黑色哈 十分重要 就这点细节 如果没有这些细节的话 总觉得这个 荷叶的翻转哈 不够舒服 不要碰到这个荷花了 不要碰到这个荷花了 要把洁白的荷花给它 用浓墨啊 衬托出来 现在你在看这朵荷花荷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翻转的一个感觉要比刚才啊 强烈多了 这里还可以略做修改 可以 露出来一点 这个地方 按例上的略有不同 就是勾这种线啊 包括勾那种很细的线 用这种毛笔大号的都是可以完成的 毛笔不要太湿啊 因为是刻画的细节 刻画细节毛笔太湿了以后 容易 阴 好了 那么这一片荷叶啊 包括这一朵花 咱们就算是完成了 完成之后 咱们还要把 这朵荷花后边还有一片叶子 再给它添加上 这片叶子呢 算是在这朵荷花的上边 对不对 这么添加过去 那么后边还有一片叶子 让这片叶子 包括这朵花 在这个位置呢 形成一个面 啊 那么斜着过来 是一个面 这样 毛笔哈 重新去蘸那个 浓墨 在浓墨 跑里 调 毛笔的一侧去调的 发现了吗 毛笔一侧 从外往里 或者是从里往外 都可以 先把重的这几片 注意啊 靠近荷花的位置啊 及时收住把笔 当这个墨色 衬托在白色的花上之后 它就会显得呢 更白了 这一块墨色呢 比较的重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往下画的时候呢 笔尖沾点水 让它这个荷叶的颜色呢 有一些浓淡的变化 并且这个地方呢 有个微妙的开口 都是测风啊 几乎是没有中风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沿着这个荷花的四周呢 给它 非常有耐心的啊 给它刻画一下 卡了 卡了 卡了吗 同学们 这边 边缘线 边缘线记得啊 就是荷叶的边缘线 你们都能发现 荷叶的这个一圈呢 无论是它在 夏季比较旺盛的时候也好 还是秋季 它都有一些啊 多多少少的这种干枯的一个 变化 所以呢 咱们在画边缘线的时候呢 按毛笔啊 可以给它干一些 用一个非常干的毛笔 看到了吗 非常干 给它找一些小小的变化 这种小变化呢 要跟着自己的画面来决定 明白吧 但不是说这个荷叶边缘很圆 刚才也讲了这个问题 怎么样 现在咱们就把这 荷叶 包括这个荷花 就表现出来了 通过这个墨色 来把这个白色荷花衬托了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记得啊 提醒老师这个不能等干了以后 再去勾液金 现在这个淡的地方 我觉得就可以去给它勾液金了 咱们先勾液金 勾完液金 咱们再画上边这个荷叶 你看 一些小的户口 这种变化 是十分重要的 找一个小号的键号毛笔或者是中号的键号毛笔吧 咱们给它勾液金 浓膜就可以 当这个水分比较多的时候 占购业金的比就可以干一些 水分少呢 这个购业金的水分多一些 用一个协议的勾法 不要怕它阴 如果真不阴 它就不好看了 然后呢 给它加一些这种小的液晶的分叉 再给你们看啊 它怎么长的 其实它长得非常的密 一丝一丝的 尤其像这么大块的叶子 你液晶勾得太细了之后 它会显得非常的轻浮 有长有短 有输有密 细小的这个液晶要够的啊 略微的细点 就不要像主页麦那么粗了 还可以呢 给它找一些啊 变化 你看它上边可能有虫子啃的洞啊 或者干了之后一些斑点啊 咱们都可以用一些浓墨给它点一点 点上之后呢 它会觉得这个叶片啊 更有生活气息 好了 咱们继续把上边这个啊 拖着的一个荷叶 给它表现出来 这个荷叶上边那个荷叶的道理 和它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样 就这么一个长的 并且呢 你看这边缘线比较干 对吧 咱们上边表现的这也是 它们的浓淡可能会啊 分界线不是那么的明显 点那个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啊 疏密变化和大小的变化 嗯 这个趁着荷叶的梗啊 快干的时候 也要给它 点上 你们都还在吗 同学们 在的话 觉得这个老师可以继续 跟老师回复一个 数字 9 这个在直播间给你们上课啊 就是有这么一个一点不好 就看不见摸不着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不在 那么上方这个荷叶啊 大家要注意了 中心点在这个位置啊 中心点在这个位置 那么上方这个荷叶呢 在上方这一个方框的 上半部分 那么咱们整个案例有没有发现 画的呀 稍微靠上了一些 那么这个荷叶呢 咱们也可以给它稍作调整啊 根据今天这个案例来定 还是先画淡的这一妙 叶脉好像不是这样的呀 那你肯定没看我刚才给大家示范 叶子怎么画的啊 你不能像这个 现实生活当中见到什么啊 怎么画 怎么怎么长的就怎么给它画上 这个写意呢 它还是有一些夸张在里边啊 这样大家知不知道西方的一个印象牌啊 就画的比较抽象的 樊高 是吧 莫奈 其实咱们这个也是属于抽象牌啊 不是抽象牌 印象牌 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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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混啊 造型比较抽象 但是属于印象牌 从这儿入笔 叶子的墨都浸到花瓣去了 那就赶快拿这个吸水纸给它吸一吸啊 如果实在没救的话 实在没救的话我也救不了你了 在用笔的时候啊 我一般都会要求大家啊 有一些连贯性 而不是说啊 一笔抬起来再加一笔 你看我这个用笔 过去摆回来过去摆回来过去啊 这么一个用笔 你看往上 这么在纸面上给它调整风 这种墨色啊 它会看起来 气息更加的顺畅 你看现在呢 倒三角哈 倒三角倒三角 但是下边是一个平的 我我其实我挺害怕 这个大公鸡了 那个大公鸡它卓人吗 不是 比较啊 占浓墨开始划另一侧 你会发现上边的一个浓墨啊 它都比较的干 所以呢 咱们的水分啊 也不要的太多 你会发现往这儿撇的这一条线 它是一个平的 嗯 注意概括这个形哈 大部分的笔触呢 当然是侧风大笔啊 但是呢 有一些局部 你看都是用这些小的笔触 点多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 多一些这种碎碎的笔呢 它会显得更 生动 这边 两边对比的情况下是这边的墨色啊 浓墨是要少一些 这边的墨色多一些 这里边呢 具体你要用几笔给它刻画出来 这都不是决定的哈 出现一些干笔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那咱们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就可以了哈 就这边的墨色浓墨比较多 这边呢 就聊聊数比啊 就可以 看一下 就这种干干的一个状态啊 翻转的 这边是浓的 这边是淡的 然后呢 哎 给它拐个弯过来 有些同学讲 那个荷叶杆 哪有这么拐的 这个硬朗 那个弯呢 啊 其实这个弯呢 拐的哈 这个是根据画面的 一个需求来拐了 不过自然界当中啊哈 它还真的的确确有这种啊 各种弯都有 90度的弯 90度的弯 30度的弯 直角的弯 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 这个地方的留白呢 先空着啊 细心的同学能发现 这个留白里面 泛着一个淡淡的褶石色 这个在等干了之后 咱们再给它添色 荷叶杆啊 荷叶杆啊 这个墨色是用一个中等偏淡的一个颜色 但不是完全全的一个淡墨啊 画这个稿的时候太太长了 我得站起来啊 连到哪呢 连到这个地方 用笔啊 中锋用笔就可以顺势啊 在这个地方空出一个画头的位置 然后呢 咱们用一个淡淡的墨 把这个花头 给它勾一下 这个荷花的花苞啊 其实它外层有一个保护的棒 虽然不是这么明显 就跟勾一个小荷花一样 勾得松一些 上边呢 才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开的花 用墨色呢 非常的淡 待会儿再给它着色啊 包括这个荷花开放的 也是用这种方法 先给它勾出一个大铁的外形 智域系墨色 我用的是声轩啊 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看 我的墨音的是什么样 你看这不都往外音吗 是吧 可能跟这个纸张啊 都有一定的关系吧 这个墨色比较少 它容易干 咱们先把那个刺给它添加上 正好呢 近距离的让你们观察一下 这个刺 咱们可以就拿它当做一个例子 不过呢 咱是写一会儿 点的时候也不要那么小心啊 不要点的时候 跟一个小芝麻绿似的 稍微大一点没关系 你看这个地方我就空了 又空了很多 这个地方密一点 到这我空了很大距离 有大有小 有树有密 这样点出来的 一个核叶的杠 它才会更加生动 对啊 我的也阴了 这个不是说画那个协议作品啊 不阴就很厉害啊 你阴了就不行啊 写一会儿看的就是这种水墨的一个韵味 如果你不阴的话 那那用宣纸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液晶 咱们可以用一些干的墨去勾 再倒上墨啊 这节课看来是用的墨的比较的多 我这次就不晃了 免得再晃一身 怎么让它用干一些的笔去勾呢 蘸浓墨 然后再给它吸一吸水 毛笔的风呢散一些 不要就跟下方相比啊 就是这一组液脉勾的不要让它太过于精细啊 有一些对比的变化 就是勾个大概就可以 就是寥寥数笔概括一下就可以 千万不要勾得太精细了啊 因为它在上边你勾的越细致 它会显得越沉 明白了吧 这个荷叶在上边 它是比较轻的一个状态 让它挑上去 如果液晶勾得密密麻麻的 它就会变得很沉了 哇塞 竟然有同学问老师 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呢 你们知道我名字了 跟这个吴云同学回复一下好不好 对我原名就叫网传 好像那个在大鹏 就我是一个原名原姓的吧 人家好歹是三个字的名用后两个字 我这就俩字没得用 我为了你们以后方便找到我啊 我觉得用原名比较好吧 好了 那么咱们再把下边那个卷着的两片荷叶给它画一下 你看似现在画了很多了 其实有很多细节啊 还需要等着咱慢慢调整 毛笔呢 笔尖占个浓墨 现在是涮干净的毛笔哈 笔尖占浓墨 给它在这儿啊 来一个小叶子 不要画太大了 画太大了 就没有画荷花的地儿了 小一些就可以 顺势把它那个稿画出来 那么这一片呢 它就会变得比较的淡了 好啊 我没事 我不嫌弃了 你就好好听课就设了 好 咱放大一点啊 一笔啊 另一再画另一笔的时候呢 可以比这要转一点 比较沾点水啊 反应对有不同 两笔顺势呢 用一个淡的墨给它 这个梗连接一下 这个地方就给它故意处理的啊 比较的密 然后重点来了 先给它把这个荷花呀 勾一勾外形 用一个非常非常淡的墨 同学们 非常非常淡 甚至啊 看不到这个墨色 这么晚还加班吗 咱们的同学们都在加班 是在画画 没用过太白色 那么在画月季花的时候 好像用到太白色了 我记得太白色还是用到了 后边会用到更多一些 有一个卷着的 花瓣 这个地方是它的小连碰啊 我先用这个淡淡的这个笔啊 给你们勾个小连碰吧 找个中心点 我就大概勾一下啊 这小连碰一个中心点 其实呢 这张荷花啊 也可以用那个 我教给你们比较简单的那种画法啊 课后自己创作几张作品 你比如我教给你们比较简单的一个画法 在这张画面当中 它是不和谐的 对不对 因为整个案例当中的所有的画法 算是比较有难度的一种画法 那种比较简单的一个画法 你们课后找一些资料啊 都可以去完成 大概就这几个报上敞开了 因为这个是合着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敞开的了 对哈 我也在加班 我都忘了 我只 我只觉得是在给你们上课 但没意识到自己是每天在加班 好了 那么咱们呢 哎 用刚才调的这个红色 同学们这个红色用的是啊 属红加胭脂 先用稍微重一点的 把它这个翻转的正面的颜色给它提亮一些 也就是染一下 虽然哈 咱们已经勾出它一个外形了 但是在染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比较概括的笔触 你们认真看 不要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就是说呢 怎么一个错误呢 就是哎 你看我一开始把它一个翻转勾出来 你看我在染色的时候 就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一点 让我去染就这样一点一点 不是这样的 能够一笔带过啊 最好这样呢 会更灵动 你看 对吧 这样 好了 那么咱们再用一个非常淡的红色 给它染一下内侧的一个变化 也是要用概括的笔触哈 越概括它会显得越饱满 你发现我笔上的颜色 有微微的不同 基本上每个画半两笔 给它 画完 我耗水多少 你找学管老师吧 我不知道是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而能听课就好 先听课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课后解决就可以 但哎 你看这里有钥匙留出来小白空的话 咱们也可以给它 啊 染一染 还记得怎么把这个更加精致一些吧 用一些 比刚才那个淡淡的红色 刚才那个淡淡的红色 几乎是接近于水的一个红色 对吧 那么咱们用一个淡淡的红色以后啊 再给它勾一些精致的脉络 这个呢 用笔啊 要求比较高 调出笔尖 还就是笔尖 趁湿的时候去勾哈 不要等它干了 用笔要迅速 好了 这就是咱们这个粉色的一个荷花 还可以呢 用一些刚才比较重的颜色 再给它强调一下 这种荷花 花瓣尖的一个红色 待会儿画上这个嫩嫩的小脸盆 加上花蕊就好看了啊 这个花苞呢 咱们先给它用相反的方法 刻画一样 用一个淡的红色 给它染上 给它染上 不要淡啊 待会儿呢 快干的时候再用一笔 比较重的 在荷花花苞尖上 给它再来上一笔 现在呢 咱们调一个花蕊的颜色 包括小莲碰的颜色 挤点藤黄 然后呢 再来点褶湿 还有必不可少的花青 大号尖号画荷叶的话 是有点费劲的 加一点点花青就可以 主要是藤黄 然后再加点褶湿 这样它会显得比较的嫩 这两个花苞呢 可以把下面这个画的稍微黄一些 可以把这个小莲碰呢 概括为两个面 也就是说呢 这个虽然是老了 就这个面比较的重 张 这个莲子的这个面比较重 侧面呢 淡一些 不是全露出来的 露着 四分之三 底部呢 让它嫩一点 或者是淡一些的颜色 反正跟上方呢 保持有点区分就可以 让它长在这儿 这个也是啊 同样的一个画法 下方的颜色 淡一点 嗯 这个小莲碰 待会儿啊 再给它找一些变化 勾出这个莲子 它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不对 那么咱们先把这个小坑 其实这个用笔的时候可以更啊 迅速或者是概括一些 这我这么勾的话 可能更适于你们这个学习 然后呢 再去点 里边的莲子 露个尖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用一支笔 把这个荷花的稿给它添加上 淡墨 这里有点湿啊 那就咱待会儿再加 或者是你用这个手啊 因为你的手是有温度的 你在这个比较湿的地方 给它按一按 它就会迅速的会干一些 但不是说完全就干掉了 这么让它过去的 因为你再这么从这边长 你看都聚到一块了 这样一条线 它是不舒服的 这条线的目的是什么 把这个是啊 这么一根线的是 再给它破开 啊 花尾的颜色呢 咱们用胭脂啊 加点褶湿或者是淡墨 这是 上面还有个小蜻蜓啊 它的翅膀就是用这个淡淡的褶墨色去表现的 可以画的是有弧度的有弧度的就代表着它有这个你看当它是这样的时候它就是持的对不对 那么当它这么鼓起来的时候它就有弧度的 它是都可以啊 放大啊 你们看一下 点 这个花色啊 一定要给它刻画的非常精细才可以 这样它会显得这个荷花呢 你看我在点这个点的时候都憋着气啊 那么够花丝会显得荷花怎么样 就像一个仙女一样啊 比肩啊 往这个中心部位去聚拢 可以按着这个往回勾也可以呢 从内侧往外去鲜接 勾这么多就可以啊 不用勾的特别多 然后这个红色的荷花啊 它的花褂呢 是敞开的啊 看的呢也会比较的多 围绕着中间这个 小帘碰先点上一圈 但点的时候也要注意梳蜜啊 这边可能多一些 右边呢 可能就少一些了 这是 花蜜 Nikkiно quarry 你看 你看 就把它当成一个 美女来表现了无论的 所以我要 开始 Rudolf 那你这个荷花画出来肯定就是比较丑的 来 你看 非常轻的这种线 勾这种小细线的时候 教给大家方法 大家都知道 也不用我教了 就是憋气 所以说咱们国画 他还有这个运气的一个 作用 好了 那么勾完这个花蕊之后 你会发现啊 就会好看许多了 趁着这个还没干 咱们来一笔 一定要重的 让这个 花苞看起来 更饱满一些 从这个花苞的尖上 他蓝上 中的 下边就不用再花了 下边顶多是过渡一下就可以 那么这个保护瓣呢 我们要用一些淡淡的绿色 给他刻画一下 如何使这个荷花啊 看起来更饱满 有没有同学发现 在这个白色的荷花 内部 其实是染了一些颜色的 我告诉你 这个方法 我都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啊 我要不提醒 也是很多同学以为是拍照 光线的问题 这个方法十分重要啊 就是刚才这个盘子里啊 你看了吗 不要 发红的一个褶石 或者有红色有黄色 其实这个颜色啊 真说不上来是一个什么颜色 偏褶石的一个淡淡的 水色看到吗 非常非常淡 一定要非常淡 你看我这个盘里 现在是这种颜色 然后呢 在这个白色的花瓣 根部茫茫的往外 给它过渡一下 从花瓣根部往外 就类似于清水一样 等它干了会好看一些啊 这个花瓣呢 在最外侧 咱们就不给它染了 染这一层之后呢 也会发现花呢 更有厚度 对吧 这样感觉亮的地方 更白了 高级灰哈 这是高级灰的一个颜色 就是比橙红色要灰一些 好了 那么咱们再处理一下 这个上边的一些小草哈 在画小草之前 再等它干一干 咱们把蜻蜓给添加上 蜻蜓呢 这节课啊 我是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括 方法 你们也比较容易学 那么后边学草虫的时候呢 啊 咱们还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表现方法 这些 趁它湿要赶快勾一勾 给点了点 这个荷叶呢 其实早就干了啊 早就干了 咱们用墨色的时候呢 去给它勾液金 水分就可以多一点 咱们不怕它阴 这个比较概括的几笔就可以了 因为本来在用笔上 它已经有这种 往外的试了 那么你勾不勾的都是可以的 蜻蜓的一个位置啊 是在这个地方 角度一定要把握好 这个地方当然也要勾啊 也是像下方一样 比较概括的一个勾法 简单的勾一下就可以 放大一下啊 来看看这个蜻蜓 他的身体的颜色呢 用了一个 胭脂啊 加点淡淡的墨或者是褶石 就是比较颜色比较厚重 比较深的一个红色 不要把它画的那么亮 这个红色 可不可以不加蜻蜓 当然是可以的了 因为前几节课有些同学还都 每节课都想加一个小虫子 小鸟什么的 真正赶上加了 还有同学 不想加了啊 可能是怕整个画面 好不容易画的 一画蜻蜓完了 蜻蜓不要画太大了啊 咱们可以画小一点 但千万不要太大 他的两只眼睛非常的鼓啊 非常的圆 给他把这个特点放大了 为什么不朝花头 朝花头这个视就改变了 一笔 两笔啊 非常圆 两只眼睛 嘴巴稍微给他勾一下 然后呢 背部啊 简单的两笔概括 然后呢 给他添加他的翅膀 他的翅膀呢 就用一个非常淡的折磨色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定要干 你看毛笔现在是压平的一个状态 先画他后边这两个啊 可以先把他的一个翅膀方向 画一下 免得一笔下去画坏了 这四个翅膀对不对 然后再给他用大的笔触啊 这么概括一下 可以出现一些干笔啊 因为他的翅膀呢 非常的薄 出现一些干笔 更能体现出他这个翅膀的一个特征 这边呢 有个遮挡 继续把他的尾巴给添加上啊 一截儿截儿的 对吧 前边呢 他会有一些往前伸着的小脚 这样往前俯冲的一个感觉 翅膀呢 这有个 非常有有特征的点哈 好 这就是一个蜻蜓的画法 他可以用一些稍微淡的墨给他把翅膀 塑造一下 就是翅膀上比较薄的一个纹路 通过这种散风 但是他们本节目最重要的是荷花 现在呢 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哈 就是主体部分 基本上表现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这个画面还是觉得呢 比较的空 其实 最后一步也挺难的 就是要把这几根草 给他画灵洞了 咱们可以参考呢 这个基础课当中 兰草的一个用笔 老师现在啊 给你们添加 这片那个叶子 小草这个叶子呢 有浓有淡 咱们先画几个主要的 淡的呢 它是次要的 你看还是这种用笔 扁平的一个用笔 这个时候我又得迫不得已站起来了 画这么长的线条的时候呢 它更需要你的气息比较畅通才可以 一定要帅意一点 这个线条你越犹豫越画不好 这几个主要的草画好之后 再给下边加一点草 比较短的 这个时候呢 墨色也会变得比较的淡 在那个纸上多练几遍吗 练的感觉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 咱们再往纸上去添加 草呢 它的根部啊 是在这 对吧 因为这一个杆在这挺着啊 有点太孤独了 用点草的根呢 跟它做个棒 好了 咱们呢 再给它烘托一下画面的氛围 怎么烘托呢 用一些颜色 这个荷叶 用一些淡淡的折石色 画翅膀的那个 画翅膀的那个颜色就可以 在白控里给它 点染一下 这样荷叶感觉呢 变化更丰富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案例当中会 比这个要厚重一些 咱们也是用的这种颜色的烘托的方法 一些淡淡的折石 摆空里边呢 给它点一下 尤其是这个花 白色的花上边 这样会显得白色的花 哎 更漂亮 一定要非常淡才可以 同学们啊 别到时候这也没干 那也没干 你这 点上折石色 真的是轰成一团了 就 最后啊 你看类似于清水的一个笔 我再往后过渡一下 下方也可以给它点一点 到最后呢 咱们再提款就好了 我现在呢 就把这个桌子啊 收拾一下 给你们完全的呈现出来 咱们再看一下 将完整的呈现出来 我再慢慢的调整 我先把这个 好 好吧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案例 划到现在呢 几乎啊 已经是非常完整了 需要调整的地方 也不是很多啊 这零星点点的 你们现在呢 就是啊 可以先截个图 因为通过你们自己的这个 手机啊 观看的这个 视频 它的一个色相 跟你 所理解的更相似 我客户拍的一个照片呢 可能会给你们的一个颜色有点 不同 不要 不要嫌太难啊 太难了之后咱们学习才会有进步啊 在 在你们走之前跟老师打上招呼再走吧 没走的同学呢 我就给你们再讲一个事啊 就是为什么老师要把这个课程搞的相对来说有一些难度 这样你们在课后练习的时候啊 更有东西去学 如果这个画面非常简单的话 那么太容易完成 你们学学能学到的东西啊 自然就会少很多 所以呢 嗯 嗯 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我在这 我不是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啊 我就有经常讲到这个道理 就是取法忽上 得忽其中 取法忽中 得忽其下 取法忽下 无所得已 也就说呢 取法于上啊 仅得 为其中啊 就是咱们取法一定高 咱们虽然现在呢 不讲取法 那么咱们练习的一个作业也要有点难度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得制定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然后最后呢 你完成的作业才能达到你理想的一个这个目的 如果你一开始目标就定低了 那你什么时候也画不好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咱们本节课呢 就上到这了 感谢同学们的一个倾听 哎 非常可怜的事 到最后给你们看一眼吧 本来有时间想给你们画个这个睡帘呢 你看我都睡帘叶子都摘好了 在鼻息里都成这样了 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画吧 好了 我把直播关掉了 拜拜